本來打算買一件新衣服慶祝一下自己二百萬view 不過就跟別人撞了 世上都沒什麼慘得過這件事 我們一如慶祝一下 你今天傳說中的二百萬view 何時看和怎樣看 都可以選擇 有得選擇 贏馬不設行 你都可以 找世榮聊聊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景飛一輪環節 我世榮又和大家見面了 在這個環節裏面 當然是說一下海外專家指數 打直說就是1至14號碼的號碼 右邊是1至10中國數目字 當然是長次 國興日不和大家賣關子 所以相對地 麻煩幫忙 好 未訂閱的朋友 按右手哪顆四星龍珠 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超過了85那些比較指數高的排隊馬 我會將它highlight給大家看 隔夜更好些 不用即場自己抄來抄去 給大家參考一下 二場二和五場八是什麼 馬上帶大家看看 二場二其實也不用說 上次一出即勝的王者精心 老實講 四選我都沒有放進去 上次雖然混了 贏了四分三馬位 加分不多 不代表你很厲害 福起多多又再出 日輝王都贏不到 差點贏 不代表你很厲害 即是說 這隻馬下要進步才行 看看進步值得這麼熱 上次是過四 今次兩個四那麼順 我覺得沒那麼大隻甲 去到第五場 五場八當然是緊張大師 輕勝 放頭馬二二面活短 見過沒有 所以加十四分 但是升到三班 是否都可以呢 應該都可以 只有當家精神 可以叫威脅一下 還要讓回去幫轉頭 我也不是很樂觀的 拜第一 不過呢 直播率是高一點的 過六位置都好過你 只有過四分 所以這樣算 他高不是沒有原因 但是一號當家精神的指數 都不是很低 五場一號也有83 到尾場 都是一些小號碼 主宰著大局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 稍後會有隔夜 飛錢財經 和賽馬怪談鬼上身 如果大家未訂閱 明天記得坐定定 12點18分 在我和Kimi一起做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度過一個開心的國慶日 可以看見肩仔賽馬Abit 可以大手升跌 那就最好了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一會再見 拜拜